今天是2022年12月17日 快必開往拔摩島的行程第833日 今天收到快必寄出來給大家的聖誕卡 內容是這樣的 這是我在冤獄的第三個聖誕 能夠在這裡陪伴其他更多政治犯 有失望的、哀傷的 被家人誤解的、比我更不幸絕望的 看不到亮光的、被黑暗所戰勝的 我能夠陪伴他們第三年跟他們一起 不能算是絕無意義的 雖然我更想念家裡的溫暖、打邊爐的美食 還有我沉醉的美酒 但在無可奈何當中 總會找到一些活著的意義 特別聖誕前知道有政治犯可以保釋出去 可以探在女子監獄的家人 這也是很歡迎和喜樂的 感謝你們一直在支持著我 不僅我還有身陷鱗魚的政治犯 我在這裡會將外面對我們的紀念和祝福 傳揚給附近所有的政治犯 請大家放心 12月中我以前的教會牧師來探望我 她哭了 她是為這個城市而哭 為這個時代而哭 其實每一個時代都有類似的苦難 歪理、謊言和暴力 但聖英就是正正在這個苦難 歪理、謊言和暴力的時代降臨到人世間 這幾年我在這裡特別感受到聖誕節的意義 因此我仍然有力量充心說句 Merry Christmas Peace be with you 快必 Xmas 2022 好似快必信中說 很多神童、神師、神友 這星期都陸陸陸陸陸陸探她 有兩位女牧師更流了眼淚 快必說神職人緣 果然眼淺 星期六又是家人去荔枝角探快必 不知道是否因為天氣冷了 今天不算太多人 一去到已經可以進去探訪等候室 雖然現在很安心不用癢 但仍然要檢查針卡 即是打了針才能探訪 快必今天在28號窗 她最喜歡這個位置 因為後面有一塊全身頸 家人進去見到她時 她在左照右照 一見到家人才回頭 笑口打招呼 快必戴著兩個口罩 她說船上好多人中招 照顧她的福利官 之前都好像舔了 希望她快點沒事 家人告訴快必 剛才排隊時 都聽到有親屬說 因為有囚有中招 正在隔離之中 無得探訪 山長水遠來到 無得探很慘 快必說最近下雨 試過有三兩天都無得做運動 她現在都是一個人 在細籠裏單獨做運動 所以她沒有機會 碰到大部份政治犯同學 不過有一天見到 晴晴在隔離 她也是單獨一個人 晴晴跟她說 放風心靈 拋出佛家雨 快必就用基督教 安息日神學 跟她談 她們兩個一個拜佛 一個說耶穌隔空過招 很棒 這麼和平 一定不會出現 算上 不要打架 這些說話 快必跟家人說 吃了三個星期絲飯 重了三公斤 大L鑊 曾經75kg的她 試過跌到4公斤 但總是去不到60kg的目標 現在又反彈到65公斤 家人告訴她 其實現在都OK 太瘦反而會太乾 不好 她的外甥女寫信給她時 都是這樣跟她說 說她現在的BMI是很OK的 不過 快必就說自己 嚮往戰夫的身形 現在對她來說 仍然遙不可及 家人跟她說 不要緊 打緊仗的澤連司機 都仍然是肥肥的有肉的 快必於是笑笑口地說 是呀是呀 她說 還有個囚友問她 1月10日上庭時 是不是繼續摘連司機的上庭 哈哈 她問家人 今次安排什麼衣服給她穿 說著穿什麼衣服 快必認真貪美 看日本雜誌 見到有件外套很美的 雙面的 寫信告訴家人是什麼牌子 還給了一個網站 家人很好 立即幫她網上訂購 今天還趁著天氣冷 穿了這件衣服 非常保暖的外套 給她看 快必見到這件外套 雙面那麼美 覺得很美 想著10號好不好穿 不過這麼厚 又怕那天太熱 穿不到 坐著牢 都可以做網購 有新衣服穿 快必覺得自己非常幸福 家人告訴她 今天還入了 另外一本新的雜誌給她 有很多好靚的鞋和boots 叫她選擇買一對穿 哈哈 是不是沒得頂呢 其實快必喜歡買東西 不僅是給自己 亦喜歡買來送給人 這星期在澳洲 匆匆回來香港 一個星期的楊牧師 快必小時候已經認識她 楊牧師說好 記得快必出來工作後 有次買了一件 很漂亮的外套給她兒子 她兒子很喜歡 到現在兒子已經有兒子了 也不捨得扔這件外套 因為很漂亮 快必聽到之後 覺得非常窩心 告訴家人 當然佔自喜 覺得自己很有眼光 快必說自己真的很有眼光 選了一個好老婆 快太就沒她那麼好眼光 把嘴真的拿過油 好了好了 好快就夠鐘 雖然有點依依不捨 不過 好快又會再見面 快必做心心 送給家人 揮手道別 在這裡 和大家分享一些快必的聖誕卡畫作 她特別親手畫出來送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不妨去書局 選擇一張漂亮的聖誕卡 寄給快必 為她加油打氣 雖然她要三兩個星期才收到我們寄給她的信和卡 不過有心不怕遲 十月都是拜年時 不過提醒大家 不過提醒大家 寄信和寄卡給快必的話 不可以有閃粉 不可以有貼紙 也不可以3D突出的那種 因為懲教署不給的 燙金燙銀的那些就OK的 來信請寄去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 郵政信箱60141號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